百货公司全面备战 周年庆就要开跑 促销组合早就准备好 业者纷纷祭出优惠刺激买气 首度全管满3000送300 头四日十大银行刷5000送200 百货银行联手加码 回馈率最高可以达到20% 3300活动其实一般来说 比较不太会在现在来百货公司的 一个全管的活动上出现 那北洋广场为了回馈消费者 这次也去做了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个活动 如果以客人来比较广场刷信用卡的话 他再以百货公司的一个回馈率 再加上银行刷卡 再加上特定一种加赠的一个礼券部分的话 今年在比较广场的一个礼券的回馈率 大概可以高达20%左右 百货周年庆就是年前最后大档 业绩占全年不少比重 业者使尽全力促销充业绩 还得跟上最新潮流 大手笔的抽奖活动 智能双轮GoGoro要价7万元 周年庆期间天天抽 只要消费满1000元就有机会 而吃开满了25000 赠送大腾电锅 满足消费者需求 在我们预购会期间 我们大概化妆品的部分 大概就做了5000万的一个业绩 然后对比去年大概是成长50%左右 比较广场引进了超过30个 一个特别的品牌 包括像是Super Dry 或者是一些比较 Libus的牛仔裤 或者是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儿童用品 景气还没有明显回温 百货摩拳擦掌 希望透过各种优惠 吸引买气 人潮带动前潮 冲高下半年业绩 全新闻力小枫 永和报道